圆标题 关于神仙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听过八仙过海 以及封神演义中的十二金线 八仙分别是铁拐李李铁拐 汉中李冲李汉 张国老 何仙姑 蓝彩和 李洞宾 盘湘子 曹国舅 其中铁拐李是太上老君的门徒 李洞宾是汉中李渡化成仙的 其实他们之间 很多都是相互度化成仙的 十二金线分别是广成子 赤精子 玉鼎真人 太义真人 黄龙真人 文书广法天尊 普贤真人 慈杭道人 灵宝大法师 聚留孙 道恨天尊 清虚道德真君 他们都是原始天尊膝下的二代弟子 那么十二金线和八仙的区别在哪里呢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从等级和实力上看 十二金线都明显高于八仙 二 十二金线是拥有逍遥仙体的 不受天庭管辖的仙 而八仙是肉身成神 他们只是神仙而已 就跟江紫牙封的三百六十五位正神一样 都是在天庭上班 要受天条约束 三 十二金线修行时间比较早 有部分金线在三房时期就已经得到成仙了 而八仙是在封神一千五百多年后 才肉身修炼成神 四 十二金线是产教弟子 八仙是道教弟子 另外 在民间传说中 八仙分别代表着男 女 老 少 富 贵 品 贱 由于八仙都是凡人得到 所以个性跟老百姓相似 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八仙宫 赢神再贵也都少不了八仙 俗称八仙所持的坛板 扇子 冻枭 绿补 宝剑 葫芦 葫芦 荷花 花兰等八物为八宝 代表着八仙之品 话说吕洞宾并不是八仙之首 为什么他的知名度比其他七仙要高呢 欢迎留言分享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